歡迎收看有學老師陪你教數學 那我們終於進入到第三章 要使用未知數來進行這個多項式和方程式的計算 那在一開始我希望讓學生有一個正確的想法 因為學生可能在不斷練習題目的過程中 或者在這個課本上講解到要把 應用問題要把什麼設為未知數的時候 可能會接收了一個我覺得不太好的 概念 就是課本會講說要 什麼設未知數是問什麼就設什麼 那我覺得這個想法不太正確 那學生很容易覺得說未知數之所以要設的原因 是因為要解這個所以我要把它設未知數 那但是其實不是 我們透過來這一題來去說明未知數到底為什麼要設 要設什麼為未知數比較好 來看一下 黃老先生有一塊地 他有雞跟兔子合起來總共40隻 那雞的腳跟兔子的腳合起來有130隻腳 請問他們 請問他這樣子養了幾隻雞幾隻兔子 那這個問題叫做雞兔同龍的問題 也許有一些在看節目的比如說已經是老師了 他會覺得說 這個不是二元一次的問題嗎 那但是其實你如果把這個問題拿去給國小生看 國小生會跟你說 哇這個我們國小六年級就學過啊 所以呢我就是要用這個問題來說明 什麼情況下我們要設未知數 設來做什麼 如果今天我是用國小的算法 因為國小是不使用未知數的 那這個問題怎麼算呢 這個問題是 如果雞跟兔子合起來40隻 這40隻全部都是雞的話 那麼 這樣子的話 總共會有80隻腳 因為一隻雞是兩隻腳 40乘以2是80 那 如果全部都是雞要80隻腳 可是其實我現在腳總共有130隻 130-80是50 代表我多了這50隻腳 我每把一隻雞 換成兔子會 因為兔子有四隻腳嘛 雞只有兩隻 所以我每把一隻雞換成兔子會多兩隻腳出來 那麼50去除以2的時候就是25 所以我總共把25隻雞換成了兔子 所以其實這個龍裡面有25隻兔子和15隻雞 聽我講起來好像不是很難 尤其我一邊講一邊寫四隻的時候 但是問題是呢 你其實是把大量的思考內容丟在自己的腦袋裡面 變成你要很用力的去想 如果今天沒有讓你看到我寫的內容 你看我總共想了什麼 如果全部都是雞的話 總共會有80隻腳 那還有130隻腳 所以其實差50隻腳 50隻腳應該是因為有兔子的關係 如果我把一隻雞換成兔子會多兩隻腳 那50隻腳的話我應該是把25隻兔子 25隻雞換成了兔子 所以兔子有25隻 水雞有15隻 其實 就算不含計算的部分 我腦袋裡都一直想了一大堆的因果關係 就是 因為一隻雞如果全部 所以其實 其實他很不好想 試子看起來很簡單 但是他很不好想 我常常都跟 學生講這件事情 就是這個 好算的不好想 那反過來 反過來就是好想的不好算 像這一題就是好算的不好想 對不對 下一次再看到這個題目如果不是因為你還記得 也不是因為你特別聰明 你能夠把它解出來嗎 就是用想的把它想出來嗎 其實不見得可以 那好如果今天我希望可以好想一點 也就是這個就是我們數學 學數學的目的 降低對智能和記憶的依賴 所以我要讓這個題目變成更容易被解開來 這個問題 那我怎麼做呢 於是我說 社他有 G X字 那個為了方便 不要射 寫X X字只是一種符號而已 寫什麼都可以 因為G是這個 G 所以我們射G字 射G有G字 這樣子的話呢 他跟兔子合起來40隻嘛 然後腳合起來130隻嘛 因為他跟兔子合起來40隻 所以其實 兔子有幾隻 兔子有40-G字 那腳呢 雞每隻雞有兩隻腳 每隻兔子有4隻腳 好 這樣我這個是寫出來 然後運用我們之前學過的這個 化解 就是把 有G的部分合併起來 沒有G的部分 也另外合併起來 首先要先怎麼樣 這個 分配率 所以 2G 加 160-4G 等於130 然後 有 有G的這兩項合併起來 所以是兩倍G的數目 這個G就是G的數目 2倍G的數目 和4倍G的數目 這個是減的 所以2倍減4倍 還剩-2倍 加160 等於130 然後 等號兩邊 我現在要把G解出來嘛 所以要把等號兩邊同減 106 -2G 等於 -30 然後我最後要這邊要勝G嘛 等號兩邊同除 -2 等於15 所以其實G有15隻 從 橘色的部分開始 其實就是 我們之前有稍微提到 我們之後還會特別再介紹 就是方程式糗結 合併 分配率嘛 化減 合併向 然後 這個 我們用這個 等量公理 來求解 或者所謂以向 來求解 解出這個G 那所以這裡只是一個你已經學過你就一定做得出來的動作 它沒有什麼 複雜的東西要想 所以你的那個對腦袋的依賴會降低 但是呢 我想應該有不少人會覺得說 可是老師你這條式子我就覺得很難想 你不會覺得紫色這條式子 其實不太好想啊 對不對 這條式子不太好想 我怎麼知道說G有G之之後 角的數目130隻 這個角的數目是2G加4倍的40-G 不好想嗎 好那怎麼樣 我剛剛講到好算的不好想 那好想的就會比較不好算 怎麼樣不好算呢 就是位之數越多越看起來麻煩 所以其實呢 我們 為了要能夠讓他好想一點 設了一個位之數 不夠 再多設 所以重點不是題目問什麼 我們之前提到這個方程 位之數 色位之數來求解的時候 我都有講到 色位之數是為了要 方便思考 所以剛才 我們把剛剛那條式子寫起來 這個 2G 加上 4倍的 40-G 是 130 這條式子你不見得寫得出來啊 對不對 好 於是呢 G 我也不知道有幾隻 肚子 G有 G之 兔子 我也不知道有幾隻 再給你一個 兔子有T之 兔子 對不對 兔子有T之 要一點 G有G之 兔子有T之 題目說G跟兔子合起來40隻 這個應該非常簡單吧 很好想 對不對 好 G的兔子跟 雞的腳跟兔子的腳合起來130隻 所以怎麼樣 雞的腳是雞的兩倍 兔子腳是兔子的兩倍 兔子的四倍 兔子的腳是兔子樹木的四倍 對不對 因為一隻兔子四隻腳 合起來是130隻 對不對 接下來做一個動作 什麼動作呢 就是把 雞用兔子來表示 把兔子用雞來表示好了 把兔子用雞來表示 所以 一隻 一個T 到底是幾個G 不見得是整數個 它會是一個G的多項式 我們用這個式子來 推論就可以了 1 G加T是40 我等號兩邊同減G 我就會得到這個 就好像在解 解這個T一樣 把G當成是數字 不要 不要管它 所以我等號兩邊同減G 同減G 所以T就會等於40減G 那這樣子T就以40減G來表示了 這個時候 帶進來這裡面 你就會得到兩倍的G 加 4倍的T要改寫成40減G 等於130 那其實就是這條 對不對 其實就是這條 所以這個過程有沒有變得比較好想 對不對 你在思考的過程中 兔子不知道幾隻 我先來一個未知數 然後經過一下這個方程式的 這個 等號兩邊同減G 把它帶入 所以我只做了這個 方程式求解 等於在解T 等量公理跟帶入這兩個動作 就得到這一條 我就不需要花腦袋一直去想說 所以是怎麼樣 所以是怎麼樣 好 如果這樣你都還嫌不夠好算 對不對 老師這個 雞的腳跟兔子的腳 要寫成這一條 也不是很容易啊 那怎麼樣 再設位之數 再來 如果今天雞我也不知道有幾隻 是橘子 兔子我也不知道有幾隻 是T隻 雞的腳也不知道有幾隻啊 雞的腳有幾隻 那個腳是foot 所以寫GF 兔子的腳我也不知道幾隻 幾隻 是TF 來看題目 這個總該很簡單了吧 雞跟兔子合起來是10隻 他們的腳合起來 130 130 對不對 這個不會寫不出來吧 好 那我們還需要兩條 我們之後會解釋這個 你有幾個不知道的東西 就要有幾條關係 所以我們還需要兩條 那還有一條是什麼 雞跟 GF有沒有關係 雞的腳的數目就是雞的數目的兩倍啊 那麼兔子的腳的數目就是 兔子數目的兩倍啊 然後你就會發現怎麼樣 像我剛才所說的嘛 代入嘛 所以你把這個 你把這件事情代入 把這件事情代入 這樣子你是不是就會得到這個 那 你代入了之後呢 你就等於這兩個位之數就被以T跟G來表示 就從四個位之數 變回來 變成兩個 那你把這件事情代入了之後就從兩個位之數變回來變成一個 這個是只有一個位之數 所以說不要擔心設位之數不要覺得位之數越多就越難其實是相反的 位之數越多是越好想 寫起來看起來算是很多不好寫的但是他越好想 那越好寫的其實就是越不好想 你想要算是很簡單就是一句話打死就是像剛才那樣子 對不對 這個 設了 基有居之 然後 一條式出來 糾結 是不是很簡單 更簡單怎麼樣 連設都不設對不對 加加減減成成成成成成就出來 可是呢 看起來越好寫的就越不好想 那其實色位之數就是為了要方便思考 所以不是色位之數反而會變難 不要害怕色位之數 那我們在一元一次的 這個 章節裡面 尤其到後面應用問題常常會看到不止一個你不知道的東西 那你不知道 你又不知道如何寫起 你就多設一個位之數 的確有人可以只設一個就好了 那就是因為他記得 或他腦袋轉得快 那如果你沒有辦法馬上寫出四字 就想想看我為什麼沒有辦法馬上寫出四字 我是不是還有什麼不知道 就一直不斷去擴充你的位之數 我們到後面還會再說明 好我們因為今天我們要介紹的東西 剛好一定給他多 今天不閒聊 來這個 在你們的這個本子上面 好 寫下這一個部分 上面這裡 我們要解方程式好應用問題 補下這個應用問題三個字 解方程式的應用問題 應用體 那 要怎麼解呢 我們的第一個步驟就是要射X 可是我剛才有提到 並不是 並不是他問什麼就射什麼 不要覺得說射X的目的是為了這個 射X的目的 射位之數的目的是為了方便思考 因為現在我們學的是一元一次 如果你們老師可以允許你用多元的位之數 寫在你的計算紙上面的話 就像我剛才這樣算 如果今天他 那你們老師希望看到 只有一個X的話 那我們就要花點力氣把剛才的那個過程 改寫成只有一個X 那總而言之呢 到底要怎麼做呢 首先你一定要先想清楚 不知道的東西 如果你有不知道的東西 其實不止一個的話 你要搞清楚 他們之間的關係 然後你挑一個射 一個X 理論上挑哪一個都可以 你不知道的你都可以射 因為到後來都會解開 這個我們後面示範 但是實際上呢 你挑 除數小的 或因數 會比較好 我們用一個題目來說明一下 父親的年紀是兒子的三倍 在五年前 父親年紀是兒子的四倍 那請問父親跟兒子各幾歲 那這個問題呢 我要提到 那個 課本會說為什麼就射什麼 所以我真的有在學生的這個 算式裡面 考卷裡面看到過 有人會寫什麼 因為一題目一下 改靠他寫射 有的老師是有寫射就給分 他就寫 寫射 父親 兒子 各X歲 這樣子 社父親兒子各X歲 那 千萬不要寫這種東西 因為 這個 不合邏輯 父親跟兒子各X歲 父親跟兒子根本不同歲數 那你解除X到底是 父親X歲還是兒子X歲 還是父親都X歲 父親和兒子到底 會是幾歲 所以 這個設法根本就 不對 所以不是說題目問什麼 他就射什麼 不是這樣子 那我們要先想想看我們不知道什麼 我們其實不知道至少兩個吧 父親的年紀我們不知道 兒子的年紀我們不知道 父親的年紀是兒子的三倍 父親的年紀是兒子的三倍 是兒子年紀的三倍 對不對 然後呢 五年前 父親年紀是兒子的四倍 五年前 父親年紀是 他少五歲 兒子年紀是 他少五歲 五年前 父親年紀是兒子的四倍 就這樣 好那 以我剛才的說明 你就應該知道 如果你這條寫不出來怎麼辦 再多射兩個位之數 五年前父親 五年前兒子 那你的四字就會這裡會寫成 五年前父親是四倍的五年前兒子 然後再去想想看說五年前父親跟 現在的父親 年紀差多少 原來五年前父親就是父親節 原來五年前兒子就是兒子節 對不對 那 所以 你越是想不透 你射的位之數就越多 那越多就越好想 然後你把它合併 你把它帶入 就會縮小 你的位之數就變回只剩兩個 那我們只想要一個 所以我們也把位之數變成只要一個 如果今天我要射X我要射哪一個呢 剛才有說 其實射哪一個都可以 我也可以射爸爸 我射爸爸為X 那兒子就要以X來表示 兒子要以爸爸來表示 所以呢 這個地方 寫成這個 X等於三倍的兒子 所以其實兒子呢 這個時候我要去 解這個 X等於三倍的兒子 那這個時候我要去解兒子 所以其實把X當成數字 那我就是不要這個3 我要一邊只留下兒子 所以等號兩邊同處3 所以其實兒子就會是三分之X 對不對 X是三倍的兒子 那兒子就是三分之X 爸爸是X 兒子是三分之X 那這樣子這兩個都帶進來這條式子 所以X減5 會等於 4倍的 這個 三分之X減5 求解 我們就不解了 那 不過從到這裡你就應該可以想到 有這個三分之X有點麻煩 那為什麼不乾脆 射兒子為X 射兒子為X的話 爸爸其實就是三X 負是三倍的X 那一樣帶進來 你會得到 3X減5 會等於 4倍的 X減5 因為射的X不一樣 所以看起來式子不太一樣 其實都可以 這條也解得出來啊 這條也解得出來啊 都可以啊 但是射除數 射音數 射小的會比較好 那我們剛才說到 你要理清楚 不知道的東西 我現在不知道的東西 我認為有兩個 你也可以有更多 那你要知道他們之間的關係 那要 去寫出這個關係 其實它就是一條方程式 這樣一個就是一個式子 這樣一個就是一個式子 要怎麼寫出這個式子呢 這個關係會從哪裡來呢 我們今天要教的就是這個 第一個最簡單的 從專文描述裡去判斷 是 有 為 比 結果 這一些字 所在的那個地方就是 等號 就是等於 父親的年紀 是 兒子的三倍 父親的年紀 是 兒子的三倍 五年前 父親的年紀 是 兒子的四倍 那這個兒子也要五年前 這個是中文講話的習慣 他其實省略了五年前兒子 但是他指的應該是五年前 所以五年前父親的年紀 是兒子的四倍 所以是的這個位置就是一個等號 在是左邊的 五年前 父親的年紀 就在等號左邊 在是右邊的 就在等號右邊 兒子的四倍 可以嗎 所以我們回來看剛才讓大家寫這四題 小明年紀的三倍 是 三四十二 是 四十二 那小明年紀的三倍 是四十二 我剛講 是 有 為 比 都是等號 有 這裡就是一個等號 有六十 什麼有六十 小明零用錢的 一半 有六十 哥哥比小明 是 有 為 比 就是等號 哥哥比小明老十二歲 右邊是什麼 比小明的歲數還要多十二 那左邊呢 我特別 寫了這一題就是希望 你們能夠怎麼樣 自己想到 我不知道的東西有 兩個 所以不要拘泥於 我只能有一個為之數 不要拘泥於 題目到底在問什麼 今天我也沒有要你解啊 我也沒有要管題目要問什麼啊 我只是要你列這個式子嘛 哥哥的 哥哥比小明老十二歲 哥哥年紀也不知道 小明年紀也不知道 那就兩個 不知道 我們留下位之數就是為了要方便思考 可以嗎 那這個就是 那在這裡呢要教大家這個 我們前面已經介紹過的等量公里 再來說明一次 等量公里的準則就是 維持等號的成立 如果有一天我問你什麼叫 方程式計算最重要的是什麼 就是維持等號的成立 那等量公里 就是左邊做什麼右邊就做什麼 這樣等號就會繼續成立 所以 我要解x 他的目的是 把x怎麼樣 我都說偷光光 所以要只留下 等號的一邊只留下x 所以 無我不要 那 無我不要的話呢 我就等號兩邊同-5 3x加5 又減5 是 17減5 於是3x 這邊就會消掉 那我說一定會消掉的 因為 這個就是我要的目的嘛 我就是要把它消掉 會變成 17減5 我這裡沒有 馬上減出來 那 這個 我為什麼不馬上減出來呢 是為了讓大家看一下 我們以前呢 其實 在我是國中生的時候 我們沒有交等量公里 我們交的那個詞叫 遺像 所以你以後也會常常聽到我或其他的老師講遺像 因為我們講習慣了 那什麼叫遺像呢 遺像就是 你現在看上面這個式子跟下面這個式子 我把中間這行遮掉 你會不會覺得這個5就是跑過來對面 然後變簡單 就好像把5移過來一樣 所以遺像是 這一個等量公里運算 的一個說法 那我在前面介紹的時候我有講到 交等量公里是對的 只交遺像是不對的 為什麼呢 因為遺像它不是一個數學知識 它只是一種說法 它只是用來形容 用來說明而已 所以如果你用遺像的話你會好奇說 你可能你假如真的以為解方程式的時候就是把5移過來的話 那樣是不對的 因為你會發現說這個5在這裡是加的為什麼過來是減的 為什麼過來要減的 那個老師就跟你說遺像的時候要變號啊 可是為什麼要變號 其實是因為 它根本就是等量公里 進行 算到一半的 內容 所以看起來好像把5移過來要減 其實沒有為什麼 因為 等量公里算起來就是這樣 等號這邊 這邊加5 應該說它的為什麼就是等量公里 這邊要減5這邊也要減5 我就是要把5去掉所以我兩邊同減5 所以 不要只交遺像 如果有那個老師在看的話 不要只交遺像 一定要交等量公里 因為你如果只交遺像的話你要去解釋說為什麼要減5或者你要讓學生背起來 遺像的話要變好 遺像的話要變好你看喔我們現在是3x 等於12對不對 那下一步勒 等號兩邊同除3嘛 那如果用遺像的角度來說呢就是把3移過去對不對 那把3移過去的話3是要變好 在這裡又不用 因為你等號兩邊同除3 你留下的是這個x等於12除3 因為3x除3就是 剩一個什麼就不行 那你就會發現呢 我沒有變負3啊 而且我成的變除的 所以你就變成那個 就好人家說講了一個謊言要用更多的謊言來彌補 首先你不交等量公里 結果你講遺像的時候 遺像的要變號 但是如果是成的就變除的 就不用加負號 你要再多一個但是對不對 那 學生又會再問了 像這一題 我可不可以先移3 那你要多一個但是 但是要先移 加減的才能再移乘除 其實這個都是多餘的 這個問題我們可以先移3 3x加5等於17 我可不可以不要3 先不要3 可以怎麼做 除掉嘛 可是我要怎麼樣 維持等號的成立 所以等號兩邊要一起除3 而且是整個除3 所以我這邊整個我要除3 他會等於17除3 那3x加5除3 這個他要除進來他要除進來 好 這樣是3分之3x 也就剩一個x 還有一個3分之5 會等於3分之17 對不對 所以可以算啊 不是不能算啊 可以算啊 那然後怎麼樣 不要這個3分之5 所以x等於3分之17 減3分之5 是 3分之12 是4 這樣子 所以可以假 如果你沒有 用等量公里的角度去看他 只看移向的話呢 就會變成怎麼樣 有好多的彈數 對不對 移向要移 把5移過來 然後要 變符號 但是如果是乘除的 就不用變符號 乘的要變除的 就好 但是呢 又不能夠先移 乘除要先移加減 錯了 其實就是你要了解等量公里 對那這個就是 我們的計算的準則 維持等號成立 然後怎麼樣 一路把x這邊 托到只剩 x等於什麼 這樣子 這樣答案就會出來 那這個就是等量公里 好 那就是我們這一堂課 作業 作業我會這個 丟圖片檔 前面這幾題是劣勢就好了 那我剛才有提到喔 我沒有告訴你什麼才是我的x 你也不一定要寫x這個東西 那你寫一個代號 看你不 你覺得 這個題目裡面你覺得你不知道的是什麼 你就給他一個代號 那一樣這個有需要的話 就按暫停把它吵起來 或者是去抓這個圖片檔 第二題是解x 第二章 把這個x解出來 就是因為我們今天教的等量公里的姿勢 把它解出來 那我們今天課上這裡 是